人生万变,起跌无常 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祂復活升天之后 由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漸漸传开 这样是哪一个将福音大进欧洲 以至日后影响整个欧洲历史 并由欧洲传遍世界各地呢 让我们一起尋找仕途保罗的宣教脚踪 通过现代文明和古迹 了解智慧背后的奥秘 这里有这么大的木马 不知道与那部电影《木马屠城记》 那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但是这只木马就是起来 给游客来拍照观光一下而已 牧师,那这只木马的故事 是否真的有历史的记载或者根据呢? 木马屠城记呢是在河马史诗里面有记载的 就是主前1200年呢 希腊曾经攻打特洛伊古城 但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呢 我们说主引证是否真实 嗯 不过,考古家曾经在这个地方 能够发掘到第九层的文明 到第六层呢 他就发现到特洛伊城的位置 嗯,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 已经挖了出来的城门口了 来到观光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这里呢 就是当年特洛伊古城的城门口了 话说当年呢 希腊军队打了十年 都打不到进去呢 是全家的门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这道门 你看一下呢 这个城门呢 很窄的 转转转转 你知道当时打仗呢 那些人是用木杏呢 来到撞那道门呢 是 撞开的嘛 但是由于是这么小 这么窄 而且是这么弯曲呢 他们不能够呢 用一些木杏来撞 结果呢 打来打去打不住了 哦,所以就用了 木马屠城那个策略 嗯 然后攻打进去这个什么城呢 特洛伊城 特洛伊城 嗯 布布,你记不记得 这个木马屠城记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套电影 不知道这个故事啊 请你告诉我 好 话说当年呢 希腊大军呢 打了十年 特洛伊城 都打不住 但是有一天呢 那些特洛伊人见到 所有的那些希腊军都走了 我觉得很奇怪 依视乎他们就出去城门看看 果然呢 全部人都走了 只见到一只 很大很大只木马 有人就说了 哇 哇 这些希腊人都怕了我们 不如这样呢 我们就拿这只木马入城里面 当作占地品吧 那一晚呢 当然打胜仗呢 全城的人都喝酒狂欢 各个人就醉纷纷 那时候呢 那个叫特洛伊人 拿那只木马进去 那个奸细就出来 在这只木马旁边敲了三下 哇 原来里面呢 是隐藏着很多希腊的战士 那些希腊战士出来之后 就在周围来放火 又开了城门口 原来附近周围已经有些希腊军 在那里埋藏着 一看到城起火就冲进城里面 就供了十年 结果那一晚呢 他们就大大得胜了 哇 好嘞 谭牧师 哇 你真是说故事 说到溃影溃升 不过呢 我又觉得这个故事 是教训我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 千万不要搬入屋了 李牧师 为何我们这一辑 要在特洛伊城开始 土耳其的特洛伊 原本就是圣经所记载的特洛亚 也就是保罗第二次的 福音旅程的时候 保罗曾经在这里坐船 去希腊的马其顿 那就开始了福音传到欧洲 哦 稍后我们就会从土耳其那里坐船 去到希腊那里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坐船去吗 不是 是 稍后我们去附近的海港 哦 加拿卡历 是一个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古路港口 由这里坐船 满过达达尼尔海峡 大概三十分钟 就可以到达对岸的希腊 由于可以连人带车上船 相当方便 沿途还有很多海欧伴随 非常有趣 当年保罗由特罗亚上船 航行时间比今天长得多 要两天才可以到达希腊的尼亚玻璃 就是今天的加华那 加华那是一个位于希腊北部 埃琴海沿岸的城市 亦是马其顿大区的一个古路港口 这里保留了主后第六世纪 拜尖庭帝国的城墙 以及十六世纪 岳图曼帝国的书水道 在山上望下去 景色很漂亮 海边又有很多餐厅 一边吃这里美味的海鲜 一边欣赏海景 相当捨异 现在是希腊一个很受欢迎的度假区 圣经说保罗到了特罗亚 不知道下一站应该去哪里 后来因为看到马其顿异象 就来了加华那 这里有一座尼古拉斯大教堂 教堂外面有一幅 马赛黑瓶砖壁画 描述的就是这件 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 什么叫马其顿呼声 马其顿呼声 马其顿向他呼声 叫他去到马其顿帮助他们 保罗感受到这个神对他的呼声 于是他就搭足欧洲 将福音传开了 于是保罗就由特朗亚 来到希腊这个地方 由这里开始 将福音传入欧洲 没错了 在那次的旅程当中 保罗还去过肥纳比 法罗尼加和哥林多 这些当时的大城市 在那里来传扬耶稣 并且建立教会 我们都要学习保罗的信服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做的事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自己想做 或者做不到 有时候被人叫我们去做 但是波浦你知不知道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特别的计划 可能祂要我们做更大的事 牧师 如果你说顺服 那我也很顺服 我从来都没有挑选过 我自己的职业 我就跟着我爸爸 进了演艺圈这行 又做了这么多年 想不到今时今日 因为累积了的经验 就被邀请 有行跟着两位牧师 来拍这个特辑 可能天父 也有他的美意在我身上 要我传福音 那我们比心这些 我们跟着去几个城市 这几个城市 是保罗曾经度过的 我们继续寻找他的脚踪好不好 好啊 保罗由嘉华拿出发之后 第一站就是肥立比 在肥立比郊区的这座女底亚教堂 是纪念一个叫做女底亚的女士 成经记载 她是欧洲第一个因保罗传教 而成为基督徒的 李牧师 我们又说去保罗去过的城市 为什么会来到这条河边 当保罗进入马其顿的时候 他第一个城市就来到肥立比 他在肥立比住了几天 等到安息日 他就出城 就来到河边 就是这条河 是的 根据圣经记载和考古学家的地理推算 有可能就是这条河 当时保罗来到的地方 看到很多妇女在聚会 她和妇女来传讲圣经的道理 那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叫做女底亚的妇人 在这里接受洗礼 她就是欧洲第一个女的信徒 所以河边那里 就现在成为一个洗礼池 还有这里就建了一间礼拜堂 就叫做女底亚堂 来纪念这件事 圣经特别记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脈 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四节 就说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女底亚 是推牙推拉城的人 素来是敬畏上帝的 她一直听着保罗讲道 主就开提她的心 叫她明白留意保罗所讲的 圣经就说 她和她的家都受了洗 而女底亚就和保罗讲说 你们若信我对主持忠信的 就请你到我家里住 可见女底亚是一个非常热情 好客的人 上帝特别的祝福她 女底亚一家 就成为欧洲第一个家庭 接受耶稣 哇 女底亚做生意做得这么厉害 女强人 都被保罗说服到信了耶稣 后来保罗有没有继续入城去传福音 当然有了 她继续在腓立比将福音传开 很可惜现在腓立比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了 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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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訪 并且建立了教会 这个教会非常发达 欧洲 并且建立了教会 黛联络 然后 tau 看到他 而且保羅曾經在這裡建立很多間教會 在廢墟當中發掘出來 有很多間教堂的遺址 保羅特別提醒他們要常常喜樂 不斷借恩 這是保羅對教會的期望 這裡就是肥立比被發掘出來 其中一間教堂 牧師拼磚砌圖真的很精緻 很花心思 其實當時羅馬信奉多神主義 他們反對基督教 保羅在這裡傳福音 會不會遇到困難重重呢? 當然,有很多困難 在《書能傳》第十六章裡說 保羅和聖父走走走走走 就遇到一個被鬼附的侍女 原來她被鬼附 主人是利用她來賺錢的 保羅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被鬼趕走了 保羅幫這侍女趕其污鬼出來 是好事來的 但是他们怎么会靠乌龟来赚钱呢 怎么赚钱呢 原来这个主人就利用这个侍女被乌龟前身 来走斜术赚钱 现在这个侍女就被乌龟赶出来 这个主人就很生气 于是乎就捉了保罗和祖母 就拉了他们上大街来见官 就和那些官员说 这些犹太人来到我们的城市 全国那些我们的罗马人 不喜欢听的道理 由煽动群众来攻击保罗和祖母 这些官员当然很生气 就脱了他们的衣服 用木棍打他们 然后就吩咐玉卓 找他们坐牢 看着他们千万不要让他们走 在发掘出来的肥立比废墟里面 有一个可以认证圣经记载的重要遗迹 就是这个第一世纪已经存在的囚室 尚信曾经用来囚禁保罗 譚牧师、布布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原来是考古家 在这里发掘到一个古代的监狱 这个囚质他们很相信 是圣经所记作的 当然保罗和祖母 囚禁的地方 你看看 很简陋而已 保罗和祖母被囚禁 那他后来怎么被放出来的 这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在《士路行传》里面记载 保罗和祖母被囚禁的时候 他们竟然在监狱里面 唱尸赞美神 所以唱尸赞美神很重要 唱尸赞美神突然地带震动 监门大开 更加他们的手撩脚撩都解开了 那就是奇蹟 是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玉珠看到 哇 得了 他可能被上尸窄避 他怕得很重要 甚至想自尽 但是保罗说你不用怕 我们不会走的 那这个玉珠看到保罗和祖母 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然后说两位先生 我怎样做才可以得救 保罗就说了一句 挖时代的说话 现在今天教会和很多信徒 都常常用这句说话 哪一句呢 这句说话就是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这个玉珠信了之后 他全家都信了 当然不是马上 那玉珠还要求保罗 在他家里向他家人传福音 就当晚的事 所以那个玉珠也很认真 他要求保罗去他家里 和他洗礼 和他家人一起洗礼 这里再次提醒我们 原来信耶稣不单止我们自己蒙恩 还要积极地向我们的亲朋戚友 我们的爸爸妈妈来传福音 让他们也能够有得救的福音 但是如果那个玉珠 这样被保罗走了 上头会追究他的嘛 那个玉珠没有罪吗 原来那个玉珠很好 他说请保罗到他家里 保罗很有信用 又回到监狱 又没有逃走道 这么好人 真是很有信誉 保罗 这些是基督徒的精神 好 后来去到天罡的时候 官长就发觉原来保罗是 罗马籍的人 当时罗马籍很有身分 官员也不想得罗马政府 于是便叫保罗和西拉出来 他们就说算了… 你们快点离开我们肥立比城 我们又不追究了 快点走… 就赶了他们走 这个真是神迹 司徒保罗虽然离开了肥立比 不过福音却继续传开 更加建立了教会 而且相当兴旺 因为到目前为止 在这片废墟里面 已经发掘了七家教堂的位置 有些还是相当有规模的 可见保罗在这里 为主所做的工作 真是石果类类 哇,这里的阳光这么漂亮 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希腊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六年前了 如果今天不是这么冷 我真是很想跳下去游泳 说到游泳 我小时候都不知道游泳是要学的 所以自己跳到泳池里面 游一下游一下,喝了几口水 再试了几次 我真是学会游泳 真是好,谭牧师 你精神可嘉 对啊,不试过怎么知道 不试就不会成功 波波,你也有保罗的气概 哦 保罗当年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立刻离开土耳其去欧洲 一点犹豫都没有 因为保罗毫无犹豫 结果欧洲听到呼音后 欧洲后来的宣教士 又把呼音带到美国 带到中国和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地方 保罗来到欧洲第一个城市 就是肥立比 当然肥立比人没有那么快接受福音 幸好在这个城市当中 好像有女帝 有肉侏等等 信了耶稣 特别是这个肉侏 全家人信主 其实也对的 我们应该不要第一次听到就已经抗拒了 如果尝试一下去了解 听听别人跟你传福音的内容 了解别人的信仰 或者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祝福和收获呢 没错了 所以我也鼓励电视机前的观众 希望你们能够打开你的心灵 说不定有一天 你都好像当年的肉侏一样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上帝就赐福你一家人 这样 你们好不好和我们一样 接受神的赐福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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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传奇心爱 我甚至都 我向大家的爱 KAR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是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梵里面 这里有很多橄榄 地中开的气候 最适宜就是种橄榄树 全球95%的橄欖油 都是在地中海這一帶出產的 而且希臘是第三大橄欖油出產商 和出口國 橄欖油在地中海沿岸 已經有幾千年歷史 所以西方給它有兩個美譽 叫做地中海甘露和液體黃金 可想言之橄欖油是多貴 為甚麼呢 因為用它來烹調煮飯 吃到肚子裡又可以很健康 還可以經過調理後成為護膚品 塗了皮膚還很滑 是呀 我最喜歡用橄欖油的護膚品 還有可以當作沙律醬放進去 又可以灑點鹽去橄欖油 點麵包也很好吃 寶寶你記不記得 我和你在耶路撒冷 在赫西馬年的時候 看到很多很大棵橄欖樹 很多層幾千年 所以橄欖樹的生命力是非常強的 還有羅雅方舟 記得這個故事 當洪水漸漸退的時候 羅雅就放了一隻白鴿出去 沒多久的白鴿 擔住一支橄欖枝回來 代表水退了 橄欖樹往往是預表生命的復甦和和平的 哇 生命的復甦 哇 難怪 如果用橄欖油來護膚 就可以歲月不留痕 來吧 歌馬尉 啊 老太 等等 贏